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魔族也参与其中 哪怕我偏实力做了模子 千日会被成剑所束缚 要超越自身的智光 达到大道之境 这是天道的溃赞 开出神魂 一定忘不住了 但凭这新的神魂 才达到前所未有的至高之境 这是摩尊的魂脸 来到完全炼化之日 就是 正好 正好缺一个肉身 没想到无缘帮助的戏戏把你给勾扰了 居然 居然 居然居然居然犯事 救藏 秀长救我 鬼王臣街暗算 自为他的弟弟 成为我的一块垫脚石 这个下车算是便宜你了 鬼族的入门功法 从一太入身 从无视种名之国 修炼五族功法 竟然天不亡我 这暗算之仇 杀气之狠 朱树复还 就是将军 刚刚爆发出了堪比师尊的鬼族气息 有老夫阵场 怕他坐身 移山 什么嘛 原来只是个刚雾门的杂毛啊 小赛 想活命 就将你的同伙去向交代出来 在跪地磕头求饶 实则或许会放过你 你们三个想活命的话 跪地求饶可能还不太够 再加上磕一百个想头吧 狂妄的小鬼 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师尊 用不着您动手 让我们来教训他 臭小子 想死就直说 我们成全你 我千株万毒的鞭子 就这 能给你 我千株万毒的鞭子 你 我千株万毒的鞭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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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来头 既然不可求饶 我也只好成全你们 既然已经找上门来了 那我的复仇 就从你们开始吧 认识我这张脸的人 不在少数 得稍微调整一下 仗也罚 那小子的气息 怎会在此处 敢对我下手 仇组织 难道是想被三大世家 踏平吗 三大世家 陈少爷怕是不知道 这庄买卖背后的金丑 可就是你们三大世家之一了 什么 是叶家还是苏家 死人是不需要知道答案的 给我上 什么人 竟敢坏我好事 路见不平的人 卓祖之的事捏感插手 看见老娘手里自己叫狗了吗 他们哪一个出手 都能弄死你 曹有耳闻 卓祖之用秘法夺人心魄为己用 今日一见 果然卑劣 杀你都嫌脏了我的手 不知天高地厚 让你坚持坚持 卓祖之的厉害 畜生们 少子撕碎猎物 他们联合起来 我根本不是对手 没想到这家伙一招就 他到底是谁 你是何人 奇华 连本尊都认不出来了 尊上 尊上没死 太好了 喂 你们三个 想不想报仇 行 我 尊成全 我等任凭 我尊差遣 算你们识时务 净致以除 血债血肠的时候到 简直 就就没了 我又能控制我的身体了 你不是 魔族最强魔尊 无用 你这样做 我怕被卓祖之报复了 秦少明慧 也是你这种垃圾能叫的 找死 贱人 今天也让你尝尝 索连加深的滋味 屈屈魔尊 为那位大人提邪的不备 杀了你 就死定了 你 快他们就会下去见你了 多谢阁下出手相救 阁下 真的是魔族无用吗 好强 简直没有反抗的余地 怎么 你们人族没弄死我 心也不甘 管动尊上 脑子第一个死了你 尊上误会了 我们陈家并未参与 参与为杀魔尊的是叶家 尊上 这人没撒谎 尊上您被那些狗杂种们为杀 失去音讯后 属下和弟兄们分头去找他们报仇 属下无能 被叶家俘虏 扔进了卓组织 这个卓组织 抓了咱魔族不少兄弟为他们卖命 脑子现在清醒了 一定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叶家居然与卓组织有关 看来设计为杀我的也是叶家 既然他们敢对我的人下手 那我不好好回敬可不行 不行不行 是属下无能 怎么能让尊上为属下出头呢 动我的人 就是挑衅我 挑衅我的人 只有一个下场 死 陈上 有没有兴趣和我演一场戏 尊上 这里就是折祖之祖坛了 尊上居然这么有兴致 化身为那个卓组织的恶女演戏 看来那丑为杀 对尊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 真是太好了 走 去挥挥这里的头 拜见堂主 好一个卓组织 居然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 奴役我魔族 堂主 总堂主正在接待贵客 指明要你手中这个人 见机行事 知道 总堂主 人家小子带回来了 好 办得不错 有赏 先下去吧 苏二当家的 我们办事 你绝对放心 你看 你看 奇怪 死人的气息怎么会如此熟悉 你 你是苏家器重 你居然没死 好小子 胆子挺肥呀 居然敢冒充我的人 藏头露尾的 没种以真面目是人吗 我看你们见了我的真面目 就没你见明天的太阳了 苏家对血脉感应的能力 还是一如既往 准确的让人恶心 你 你是魔族最强尊者无用 你居然还没死 苏二当家的 你刚刚说这个魔头 是你们苏家人 我呸 和魔族有关的野种 哪有资格当一生苏家人 天白玷污了苏家的名声 你怎么 让他说 别以为当了个什么魔尊就高贵了 那也改变不了你是个野种的事实 要不是生下你 我小妹会落到如今天地 都是你这个扫把兴野种的错 那怎么了 你们苏家把他怎么了 野种给我闭嘴 你没资格叫我小妹娘亲 今天既然撞到我面前 我要亲手替小妹 害了你这个野种 去死 放 你个野种 有本事就杀了老子 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你是我娘的二哥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但是你自己结下的仇 由你自己承担 陈少 看在我的面子上 留条命 没问题 没问题 陈家的混蛋小子和聂中 你们给我记住了 最强魔罪又如何 你如今闯进了我的地盘 就留下来给我做宠物吧 放肆 竟然敢对军上考出狂言 你找死 这群拉姐 还用不着军上出手 我们上 愚蠢 奴隶 就会感觉是狐狸的样子 我跪下 有武在 谁敢让他们跪 怎么会 居然这么轻易 就挡下我施加的力量 雕虫小姐 多谢尊上 恨尊上 一个被五族联手 打得爆头数串的杂种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厂尚那五个家伙 连手都弄不死你 不是你有多厉害 而是他们五个没用 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 真正的五族联合 现在跪地求饶 爷爷我还能赐你一个奴隶身份 不然 你就等着被红城扎吧 对话真多 到底打不打 死到临头还嘴硬 那爷爷我就成全你 独独傀儡阵 你老子杀 什么狗居我 受死吧 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两 就敢跟你爷爷作对 死都 你没事 怎么会 独连手 的确威力不足 我也想再见识一下 才听你说那么多废话 好了 现在你已经没用了 我的铁链 怎么不受控 我的爷爷饶命啊 叫人知错了 这么丑还想当我孙子 真是死有余辜 他们身上的静置没有完全去除 与其被卓组织继续操作 不如唯我所用 你们身上被施加的操控术法 已经被我抹去 你们自由了 多谢前辈元首 大恩大德 莫尺难忘 前辈恩同再造 之后有何吩咐 晚辈赴汤唐火 再送不辞 君上 真的是你 太好了 你没有被卫格那个叛国害死 君上 我们这就杀回去了 这卫格那混蛋 死不藏身之地 不急 我在人族还有事要处理 此处正好作为我们在人族的具体 这就是魔族最强魔尊 都说魔族狠辣 但今日我们被奴役 却是这个魔尊救下我们 无论如何 我们的命是他救的 只能图报 才是我被封锁应当 我等受前辈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前辈在人族之事 我等愿叫全马就老 既是如此 今后此地名为武族堂 无用以武族堂为据点 太险齐华等人 前往各族查探 当日围杀自己的仇人行踪 莫尊 我和索尔当家的误会一解除 他是被叶家利用了 才会找我麻烦 哼 叶刘那个杂种 想要让苏晨两家自相残杀 他们叶家好坐手渔翁之力 我去一个弄死他 你们的恩怨我没兴趣 苏晨 把你知道的 关于我娘的事都说出来 你还有脸问 当年你们父子混蛋一足了之 小妹被家族软禁在禁地吃了多少苦啊 怎么没见你们来救他 武族大战 我和大哥出征回来 小妹却失去踪迹 魂都不稳 生机微弱 这都是你们害的 是在苏家禁地失踪的 带我去 你这臭小子享受也太狠了 老子好歹是你二舅啊 你要不是我娘二哥 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这被死的兔崽子和他那个魔族凶残老爹一个德行 真替我小妹不值 要不是看在他好像真有能力救小妹 老子才不会带他来苏家 这是苏家的养心格 小妹就一直待在这 最后的气息残留也是在这 我瞒着整个苏家把你带来已经犯了大忌 接下来的事 你自己看着办吧 人族只有陈彦两家 黄族 青圣山 和被这臭小子一窝端的卓祖之几方势力 有势力在苏家眼皮底下 深不知鬼不觉的卢族小妹 黄族与青圣山和三大世家井水不犯河水 嫌疑较小 大哥总说要平衡三家的关系 我们自己就算查也不好出手 现在这小子出手 说不定真能行 虽然我的太初神魂 能够不惊动人族护族大阵 但只能使人族羞 他真有两个心 这臭小子还真有两个小子 这都伤不到他 不是很难吗 爱者何人 为何善处苏家禁地 人都守不住 乱什么狗屁禁地 熟悉的护士真妻 是苏末和那魔头生死了哪种 果然是那个小杀杀 身上这血光和那魔头一模一样 想不到苏末当年犯下的错误 如今居然还敢找上门来 苏家数千年基业 就因为这个污点 让我们延命扫地 有因有果 就让我们抹去这污点吧 业长 你还有何一言要说 我倒要看看 你们有什么能力 是我们的消损 怎么可能 我们的宝器 竟然被一个大大众都破了 被破的又何止是你们的两把破铜烂铁 这是什么 我得改善 为什么灭不掉 我不要 搜回树 我娘是怎么失踪的 当 当时我们被一股强大的魏亚震晕运了 等我们醒来时 苏末已经不在了 没用的东西活着也是丢苏家的脸 你 你不能杀我们 我们是苏家长老 你要杀了我们 苏家家主 不会放过你 正好 我倒要见见这个苏家家主 怎么养着一群废物 却不顾自己亲妹妹安慰 这是娘的魂灯 魂魄的状态不妙 臭小子 你居然把守门长老都给杀了 糟了 大哥来了 擅闯苏家禁地者 死 大哥 他是小妹的儿子 他能有办法找到小妹 所以我才 不 住口 我们苏家 没有魔族孽种 孽章 欺我二弟 杀我守门长老 让我祖闻 将你错顾养晦 苏家除了我娘 剩下的都是一群只会乱废的废物 看什么看 出去 这臭小子难道是怕不及我 这赖子的魔族 下地狱去吧 苏家功法用成这个 真是糟大 瞧 这才是苏家功法 真正不一 你 你怎么会 高借苏家功法 你应该问 自己是多无能 才让苏家功法 停留在这么弱的阶段 你的命 到此为止 不死谁手 尚未可知 难敢动一下 我立刻捏碎你娘的浑灯 你不是很能吗 有本事你动手啊 跟你娘一个德行 都是一等一的蠢货 我一次次给你娘机会 可她呢 一次次让我失望 阴丸不灵的蠢货 落得如今神魂俱灭的下场 完全是旧游自取 哈哈哈哈 你乖乖受死 你娘的浑灯就能在苏家 燃尽到最后一刻 别怪我心狠手了 要怪 就怪你那个魔头爹 不敢来惹我苏家 我娘 到底在哪 放心吧 我很快就送你去见你娘 苏默呀苏默 要不是你儿子来 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为你续命 用你亲儿子的血 应该还能帮你在叶家老祖上 再坚持百元 原来我娘不是狮子 是被你利用去卖命 你 你明明已经被我杀死了 怎么会 怎么会还活着 理解不了 很正常 我堂堂摩尊 又岂是你区区人族修者 所能看透的 啊 你要做什么 啊 让我娘为你卖命 那么你这个当兄长 公信连血也不为过 娘 居然敢用失魂大法 这么残忍的方式 都是我娘的元神 叶家 我要让你全足集权不留 这是 用儿 用儿 起来了 说了多少次都不听 别在这么危险的地方睡觉 娘这回 可真生气了 娘 娘 我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哦 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人来 娘这次 真的要用家法了哦 娘亲切别生气 我今天来这里 不是贪玩贪睡 是为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事 娘亲 这是我和爹送你的礼物 娘亲 祝你生辰快乐 果然是很重要的事情呢 谢谢我的乖儿子 娘亲很高兴 不过小机灵鬼 就算有你爹的魔力倾注 没有开洗秘术 可做不到这个 所以 你什么时候学会到生长秘术 嘿嘿 没多久 爹出门前教了我一遍 我三天就学会了 我家用儿这自大的性子 真是和你爹一模一样 娘亲 他们是谁 用儿 别怕 他们是你大舅和二舅 要有礼貌哦 大哥 二哥 许久不见了 这是我儿无用 大舅 二舅 我这外甥都长这么大了呀 小妹 你 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苏默 你如果还当自己是苏家人 就跟我们回去 对了 兽族和妖族突然开始扫荡我们的势力 我们怀疑是叶辰两家在背后高贵 因为 此事紧急 没时间跟你详细说 你先跟我们回去 事情解决后 是走是留 你自己决定 家族有事 我不能不管 何况大哥二哥亲自来 勇儿 娘有事要回一趟苏家 你去你爹那里好吗 啊 娘亲 你是要去打坏蛋 勇儿也可以帮你 把爹家回来一起去 勇儿 你听着 见到你爹以后 给他看娘留在你手上的讯息 还有 你要答应你 我没有来找你 你绝对不能回人族找我 记住 勇儿 怎么会想起那么久以前的事 会是娘想要留给我的讯息吗 这里到底是 娘 你不让我回人族找你 无非是不想让我受到伤害 现在 现在 放眼整个人族 谁能拦我 我一定要找到你 娘 你可千万不要冲 这是 要迎我去哪里吗 这里是 一个人族祭坛 看上去 看上去像是什么门派圣地 我已经离开苏家境地了吗 莫问 怎么会 他还活着 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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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做了什么 莫问 怎么回事 世界和空间好像有些不稳定 刚刚发生的 并不是一石一地的事 哪里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猫孩 也敢闯进这里 真是 自寻此路 她刚是怎么回事 是谁在叫我 圣女 是什么圣女 怪何 圣女 护天柱 护天柱上的门洞 昨天那是整个青蛇山的灵气 灵气万歇 青蛇山就不够存在 发生了什么事 不愧是圣女 你护手就把护天柱压住 不然我们圣地灵气 不对 不关 绝不能从此来 全派天力 原地打坐 释放灵力 为主 逐出是门 想不到你整个青蛇山的力量 都不能完全压制明文的异塞 这股破坏的力量 究竟来自哪里 今日发生的这一切 难道是和那个呼唤我的声音有吗 想不到你一个半人半魔的小子 居然能扛得住我们五人的威亚 没有灰飞烟灭 看他样子 也不够魔族魔尊修为 按道理他是扛不住 这五人并非本负 而是他们威尸好 我在此处空间的独气能量 免得火灯莹来死 应该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些能力 收尾其用 不过也只是一个魔族杂种而已 一将来死便是 什么 这就是你的最强功法呀 嗯 还不错 似你这般魔族的杂种 不配得到我等的传承 一口一个杂种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那我就确之不公 似你这般魔族的杂种 不配得到我等的传承 一口一个杂种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那我就确之不公 各位 这小子 你烧成鬼劲吧 人烧若等闲 小子 让你常常被万剑穿心的滋味 金剑 只想把你杂种 必让你不食其果 人杀也未休 臭小子 这万劫不复吧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不信心 是 反常木自大 容易翻车 死亡 灵树 前头万木春 三十功名 沉于土 人族修为 大群西巅峰 太阳神魂狗肉 修炼其他各个工法的体制 但到目前为止 还未有机会修炼 没想到这一套 却是直接将人族境界 拉到圆满 不过到了圆满 却不见飞生肚结迹象 怕也是我太初神魂的体制 需要将我 尽量 独炼至圆满 方能成功 娘 谢谢你送给儿子的这份大意 我 现在马上去救你 还有莫为 你也记得 这只是上次什么地方 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终于回来了 臭小子 你这三天都带着小妹的魂灯去哪了 你知不知道小妹的魂灯离开苏家境地会出事的 你说什么 我娘的魂灯不能离开苏家境地 你看 魂灯稳不住了 赶紧 赶紧放回湖中心的高台上 幸好幸好 魂灯大师 苏家境地是苏家灵气最盛的地方 小妹失踪后 魂渊虽微弱 但受此地灵气滋养 始终能保住魂渊不散 看来 只能将娘的魂灯再留此地 除了我无人 再也没人能伤害你 你去哪儿 我大哥人呢 杀了 什么 奇怪 为什么我只能感应到 娘曾经留在叶家的残留气息 却不见本人 她被转移了 看来 只能找叶家人好好问清楚了 既然敢对我娘出手 你就好逃给叶家把她招呼 折击沉沙的即位叫我 敌机 叶家子弟 速速董山 反应挺快 哪来的小畜生 哪来叶家撒野 叶家不杀无名之辈 报上名了 可惜 你们不配 狂妄 小畜生的魂魄 遭受三百年的折磨 叶家锁魂阵 锁魂阵 很好 你们叶家既然这么喜欢 用这种阴损的招数 对付他人魂园 那我也不能太客气 兵术前头 万木春 这怎么可能 我的法宝 不要啊 这是什么鬼东西 救命啊 我的脑袋 叶刘少爷 救命啊 去去朽木 一火烧之地 纵火 你还没问过我答不答应呢 叶马兵阁 孟来 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 你这个魔族居然没死 很意外 不应该啊 毕竟连你这种不敢正面对敌 只敢和一帮跳梁小丑联手 背后暗算我的货色 都还活得好好的呢 小子 别管用什么手段 弱肉强食 成王败寇 我能杀你一次 就能杀你第二次 这次直接抽了他的魂元 以叶家独门的使魂术吞了 玩火是吧 那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横角 地府 掌 烈火焚烧 弱 咸 不可能 为什么我的火星阵不听使唤了 你 你这么短的时间 你到底是怎么从重伤中恢复 还变得这么强的 我为什么要告诉一个死人 去 我的手 你这臭 你再喊 我就废了你另一条胳膊 你们叶家把我娘藏到哪去了 原来你有求有我呀 你以为老子会告诉你吗 不说就算了 我说我说 苏 苏末被家主带去了青盛山 进行最后的夺赦准备 时间就在三日后 还有呢 我 我都已经说了 你 求你饶了我 最后一个问题 我和你们其余四族无冤无仇 你们为什么要联合我魔族叛徒杀我 不 不 不 我不知道 我不能说 我 啊 啊 五族联合杀我的秘密禁制居然这么强悍 只是提起 就魂元连同兽体一起自爆了 嗯 是七华那小子 尊少 不好了 七星空的兽女被人族皇帝抓走了 人族内后 与我何干 我们的人发现 人族兽女与莫为魔尊长得一模一样 人族皇帝 纯仙圣女的美貌 今日就要强娶 难道莫为也没死 人族皇帝 永好 你就是青圣山圣女 美 真是美若天仙啊 你身为人族帝皇 居然为被祖宗遗仙 对青圣山圣女出手 你就不怕天谦吗 天谦 别说朕乃真龙天子 就算天谦 那罚的也是那些 寄于朕的圣女爱妃的人 你青圣山如今灵气尽失 你这个圣女 连我皇家特制的锁魂链都挣不开 还谈什么天谦 只要你乖乖的当朕的爱妃 哼 你还真是可笑 你以为 趁着青圣山所有人都为了镇守护天柱而伤众 就能为所欲为 哼 你什么意思 你们那护天柱如今明文消散 就只是五根普通的柱子 还能再聚灵气不成 皇族到了你这一生 居然愚蠢至死 青圣山最重要的不是胡天柱 而是圣女 只要圣女在 明文会修复 灵气自然会回归 圣女不会死 只会转世传承 而你 将会为今日所为付出代价 贱人 敬酒不吃吃罚酒 还差一点 就能更改这锁婚礼 就算我如今真气不足 大不了就和这狗狂地同归于尽 你要干什么 你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 根本不用什么及时行礼 朕现在就犯了你 哼 你敢 谁 莫问 你 你的生命 你是我梦中的那个人 哪里来的小贼 赶紧放了朕的爱妃 朕还能给你留个全尸 你打我妻子的主意 我要你生魂俱灭 妻子 她认错人了吗 原来是个疯子 人族青圣山的圣女是你妻子 简直划天下之大忌 青圣山女 眼前的莫问的确没有一丝莫情 是人族 和我在娘魂灯里的幻境里看到的一样 四方侍卫 速速诛杀子贼 朕子好胆 快快扶住 小心 别担心 别担心 没事 皇族护卫就这点能耐吗 还是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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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种修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死人 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白金 护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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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强的锁魂八卦阵 哈哈 不愧是青圣山圣女 连皇族最隐秘的杀手锏都一清二楚啊 你 你 啊 既然又遭受碰朕的妃子 朕的爱妃 只要朕能碰 臣 领命 我问 别喊了 人不是在这儿吗 不用白费力气了 这个老兄会居然被压制了 区区一道结界都破不开 非八卦锁魂症困住 就算是非生的大能 也在劫难逃 不自量力的小贼 敢和朕抢女人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狗皇帝 你放开我 妹人 你就尽情骂吧 朕就喜欢你这么野的样子 奇怪 锁魂链的压制好像消失了 他 他到底是什么人 身处八卦锁魂阵中 居然还有余力帮我 好了 朕要和爱妃动房花烛了 这小子给朕处理干净 神尊之 八卦锁魂阵已经上千年没有启动过了 能死在这里 是你的荣幸 小子 安心去吧 嘿嘿 锁魂八卦 讲旗 是 千年来 能闯进皇宫闹市 你是第一个 想不到在八卦锁魂阵面前 也还是不堪一击啊 真是没意思 说的没错 的确不堪一击 什么 不 不可能 你身上的修围明明被尽数压制 怎么 怎么可能 错了 你的阵法压制的 只是我人族的功法 你 你身上还有别族功法 怎么可能 一个人 怎么可能修炼两种功法 还是错 不止两种 爱妃 朕这就来好好疼爱 狗皇帝 不愧是青圣山圣女 既然能靠着半残修为 冲开锁魂链的禁止 今日如我青圣山之仇 不死不休 不愧是朕的爱妃 朕要跟你好好玩上三天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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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对付区区和体级的狗皇帝 够用我 神火雷弹 灭 不 如果青圣山 这便是你代价 现在的状态施出生火雷弹 果然还是太勉强了 还好古光帝也见 什么 你 居然没有死 朕有金龙庇佑 想杀朕 贱人竟敢伤朕 朕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出手啊 朕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能耐 这张轻胜的脸 真是和贝朕狠狠蹂躏 把你的脏手 挪开 竟敢伤朕的手 喜欢吃把酒是吧 朕就成全你 这只手敢伤朕 那就不用服了 朕还 从未受过如此屈辱 别想到唐刀皇帝 千人只能在嘴巴上呈威风 贱人 你以为激怒朕 就能让你死得痛快 休想 你这贱人就算要死 也得是被朕玩死 你想到前世的记忆伤为君行变 罢了 你死也不能让这狗皇帝得逞 请不上解体大法 这人 居然还有余力自暴 不要 莫问 我来晚了 你 我须多言 智商要紧 骨头断了 居然连心脉也受了损伤 胆敢伤害莫问的人 心仇旧恨 都给我血债血偿 你不道歉 你现在很虚弱 好好休息便是 有什么话 等我解决了这个杂碎再说 妖明 居然能考核国师的手段 你真当正不会下死的手吗 你死吧 妖宠小技 等一下就用不出来吗 那么 你想怎么死 真以为朕没辙了吗 那个贱人 朕留着玩 还饶他到现在 但是你 朕要你 过往杨徽 好好的宫殿 就这么烧了 真是宰卖 椰田不心疼 免得你把你祖宗弃活了 这场火 我替你灭了 你 你这 你这是什么要吧 就这点本事 没有这条龙 你还能做什么 先给你获取龙器 真的龙器 不 你 你要干什么 我西子祖受你痛啊 我要你十倍奉还 你看出生 竟敢烧朕如此 这些小米 碎尸万断 看来他也知道你什么 你我在此之前从未见过 想不到人族皇帝 仰慕本尊至此啊 族身躯的肉体 修为太低 本尊正好借你的离魂阵 抽离神魂 这才和你相持到现在 本尊的太初神魂 并且是你人族区区 一个阵法能压制他 人族大成器的身体 让我因为肉体 修为被压制的神魂力量 至少提升了三成 不错 你真气损耗 已经伤及根本 我先替你 没用的 就算你再想也救不了我 圣女的真气损耗 只能和青盛山 莫问 莫问 必须得尽快去青盛山了 原来这里就是青盛山 是娘魂灯中 引我来的地方 也是叶家那个家主 带走我娘准备夺赦之地 没有叶家那个家主 和我娘的气息 难道真要等三日后 等等 胡真心 这些是 人 看遗嘱 似乎是青盛山的修者 杀 杀 难道被操控吗 杀 看出莫问的那生 不得杀 真是麻烦 真心 莫问 昏迷前说的没错 她根基受罪严重 以我目前的修为 都没法救她 在一道青盛山 她的身体就能自发 以紫山的仁义修复 莫问如今的身体 毫无疑问是人族 她到底是怎么复活的 又是怎么从我族 变成人族的 等莫问醒来后 就能向她问问明白了 刚才在山脚下还不曾察觉的气息 原来是依靠祭坛隐藏了 祭坛 有万人数据 你醒了 不如将计就计 好 请你放开对他们的束缚 你确定 你现在 拜托你 尸 杀 什么情况 皇帝的走狗呢 还有圣女呢 我都说了 你现在的情况 发动这么耗费灵力的法术 太勉强了 圣女在这里 大胆狂托 快把增树拿开 再不放开圣女 休怪我们剑相不清 一帮没弄的家伙 圣女遇难时 你们又在何处 你你你 干上京盛山撒野 难道说你也是狗皇帝的人 弟兄们 给他点颜色看看 什么情况 这眼神也太恐怖了 对视一秒 感觉就像是被刀划破红管 当务之急 是给莫文疗伤 那里的灵气最保育 应该能让莫文最有效的吸收恢复 你 王铜 你欺人太甚 暗示 什么都别说了 先疗伤 好 叶家家主竟然有能耐做这么多事 那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把戏 山中宁气 居然没有攻击此人 怎么会 即使是圣女护法 都会受到灵气攻击的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着 说来这青盛山的灵气 倒是有几分亲切 这柱子 莫非是我王魂灯中 那些非生大能其身的柱子 我 我 这 发生什么事了 圣女怎么倒下了 青盛山圣女的修为 我收下了 圣女体内存留的 竟是非生大能的传承修为 真是美妙啊 新人 敢动我们圣女 这些青盛山的杂谋嘛 就交给你们解决了 叶家主 斩杀妖邪 誓死护卫圣女 岂不能让贼人奸击得逞 既然你们对圣女这么忠心 那我送你们去西域复制团聚吧 天赐 杀人 问过我了吗 一边用自身身围护住圣女 一边还能腾出公义对付我 我 小虎 在哪里 你杀我儿叶刘 趁我不再灭我叶家 你就去黄泉见你娘吧 杀你们母子之行 新圣山圣女的传承修为 我就收下 新圣山传承的修为 果然不如翻新 木温 你撑住我 兽女的传承修为 已经被我吸干了 你还是乖乖受死 黄泉路上 也好有个伴儿 我为你报仇 这小子耗费了那么多功力就剩你 居然还有余力捶死一搏 雕妇 拿命来 雕虫消息 不过是破了我不体结线 一遇破剑 还伤不到我 你自量力 哈哈哈哈 引以为傲的宝剑被断 什么 忘了告诉你 本尊的魔剑不喜欢杀人 他更喜欢折磨人 我竟然无法阻止自身的血液万流 哼 这魔头 既是在我手掌上用了术法 得我斩下手掌再重生 切了手也没用 全身的血不被吸干 本尊的魔剑是不会停下来的 哼 你以为我会相信 你切断手后 血流得更快 死得更轻松 我自然是不乐意 哈哈哈哈 好一个魔头 果然很辣 那不知道 你对着自己母亲 还能下得了手吗 孩子 我的儿 你好好看一看 我可是你娘啊 你当真要用那把魔剑 将为娘的血吸干吗 真是我孝顺的好儿子 哈哈哈哈 你要怎样才肯放了我娘 把你的剑扔过来 这把剑要是能为我所用 那可就如虎添翼 这魔头居然敢暗算我 糟了 刚才这把魔剑 吸收了太多这具身子的血液 现在养着年红 要将我的原神排斥出去 这魔头 如果想到还要阴险极杀 好不容易才夺射了苏莫的身体 不能功亏一篑 魔头 你再不停手 我就用刚刚吸收的圣女修为 和你母亲的身体同归于尽 你想清楚 就算死 我都拉你母亲陪葬 哈哈哈哈 乖儿子 和我斗 你还 什么 魔头 快住手 你看不到我身上圣女的修为吗 我亲手杀了你母亲吗 看不到的是你 你身上的修为真的是圣女的吗 怎么可能 圣女明明已经被我吸干修为 为什么 她怎么可能没事 很简单 身上吸收的所谓圣女修为 其实是本尊的功力 吸引你的修为 操纵我的血液 再从你娘的体内将我驱离 这魔头 真是好钻戒 吸 太晚了 完全毒涉了时间不久 娘的意识现在只是暂时沉睡 幸好来得及 如何 救回你母亲了吗 暂无大碍 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娘 魔蛇 先吃她两条腿 不放 放过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哦 求饶 可惜我只想要你一命 魔蛇 再吃她两条手臂 怎么 怎么 会这样 搜魂兽 果然 当年叶家勾结兽族和妖族 清晰苏家的目的 从一开始 就是为了引我娘回族户 好趁机夺赦 那 之后的记忆 怎么好像还涉及到你和我 什么 这一张原神焚毁的力量 就和当时阻止夜流透露 围杀我是一样 究竟是谁在阻止我探寻真相 看完这一切 只能等娘醒过来才能知晓了 这是 偏偏是这个时候 娘 这是非生冻结的天雷 难道说 你娘要在这个状态下冻结 不可 娘连一时都未恢复 根本不可能成得过九道天雷 可是冻结就要开始了 绝不会让娘出事 请你借清晰山祭坛为我顾法 为亲娘动化天劫 姐 火山九城镇 我和清晰山 都是她救的 就算凭上我所有修为 也要为她争取实际 回忆火灾 冷住了 什么 这一波雷剑马上救的 我要赶紧冲阵阵 够了 你再损好真气布阵 会死 你 要用原神冲锹来到雷剑 你疯了 你才是会过最破坏的 放心 放心 我的太初神魂 能借天地之力为我所用 没有任何力量能损毁 你把我挡住 吸道雷剑的时间里 我已经彻底稳住我娘的神魂 我娘还真是被上天后来 你把我帝 就把你帝的神秘 卖出神魂 天地归进 今日已斩龙 行人俱剑 你是 庸儿吗 娘 是我 我的庸儿长大了 让娘好好看 娘 娘 不要走 庸儿 去这五个地方 你会找到你想要的 庸儿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娘在先前等你 娘 娘亲 爹 我要去找娘亲 庸儿 不准胡闹 你忘了 给娘亲送你回来前 嘱咐你的话呢 我没忘 我就是想娘亲了 爹你不想吗 庸儿乖 爹当然想 当我们是魔族 贸然插手人族争斗 反而会给你娘亲 乃去更大的麻烦 我知道了 我会听娘亲的话 乖乖倒闭 这才是爹的乖儿子 但是没想到 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变故 我们一家人 最终还是没能团聚 为了生存 我只好拼命修炼 终于成了魔族最强的魔尊 却被叛徒 连手外敌 暗算身死 娘 这次换你等我 儿子很快就来 苏家亲弟我已经虚无了 是娘的魂灯 指引我得到了人族 非生大能们的修为 其他四弟 也能帮我将另外四族的修为 补全吗 若是如此 那倒是值得走一趟 何况 体生修为去仙节之前 我还有大仇药 莫问 不 不爱是 你挡雷劫的时候 伤了肺腑 我帮你疗伤 别浪费真情 生女的体质 只能自语 你这次伤得不轻 要靠自愈 恐怕会落下隐疾 何事 君上 妖族要办百年一度的万妖大会 邀请了其他四族首脑们 咱们五族堂也收到了 在何处举办 妖族摇池 我知道了 你安排堂内的妖族护卫待命 我回来就出发前往 是 尊上 你跟我一起去妖族 摇池的圣水能治愈你 行不论摇池圣水是否有效 妖族也不会让我一个人组圣女 妖族摇池 号称活死人权 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至于你的身份 根本不重要 你 你怎么这么霸道 放我下来 我不去 青盛山遭遇大变 我要坐镇山庄 你放开 你放开我 我问 你要是不和我乖乖去妖族疗伤 我现在就踏平青盛山 说到做到 这简直就是个不将里的大魔头 说得一点不错 本尊就是大魔头 摇池水能治疗普通的伤势 但你身受雷劫 必须以摇池七大泉眼的水 才能疗愈 中间这处泉眼开放给人组 正好是有你现在的体质 走吧 我们去买一处泉眼院落 为你疗伤 这个院落灵气最浓厚 就它了 你是这里的管事吧 我们要买此处院落 去去去 哪里来的阿摩阿狗 还想买此处院落 这么点修为 还不配给大爷我提鞋的 我为了隐藏身份 压制了修为 没想到却被小看了 大人 您来了 院落我给您打扫好了 大人 您这边请 你怎么还赖着不走 告诉你啊 这院落是我们妖帅大人 早就定下的 可不是你这下等人族 能消强的 赶紧滚 不长眼的东西 敢对尊上大呼小叫 不要命了 我看你是找死 尊上 属下来迟了 这 要帅大人 居然对这个人族行礼 来的正是时候 只不过这管事 恶不长眼的东西 敢冒犯尊上 居然这就处置他 大 大人饶命啊 这小的狗眼看人低 油眼不识泰山 请大人留小的一条狗命 给大人看家护院 算了吧 此人不过言语过轻 得饶人处且饶人 既然夫人大量 那就饶了你吧 多谢大人 多谢夫人 今日之事 哪些能说 哪些不能说 都明白吗 小的明白 明白 这些大佬 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这么喜欢 隐藏身份 以后还是 小心做人吧 黎万妖大会 正式开启 还有两天 你去查太侠 这四人是否到会 是 尊上 妖族咬齿 每天日落就会冰封 今天只剩下 两个事成了 夫人 你的伤势不能再拖 尽快入池中疗伤吧 不准子叫我夫人 好好好 都听圣语的 想不到这妖族咬齿 还真的有智商奇效 这么快就已经减轻 我肺腹的疼痛了 怎样 好些吗 嗯 那就好 只不过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咬齿之水 只能治疗肉体伤势 无法令你原神记忆恢复 我身上的伤 尽数复原后 原神记忆 就会在尽情 慢慢恢复的 真的 谁让你转过来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发誓 什么都没看到 你还说 是我不对 消消气 对了 你百年前就想来看 摇池冰封生雪莲的盛景 可惜当时正赶上我闭关 如今 终于能让你登场所愿了 这百年圣景看一眼 都不枉活这一百年啊 都说共同看圣祖的道理 至少能相爱一百年啊 如果我真是他的妻子 那死不也不错 娘所说的 妖族妖之中的异象 是否要等到两天后 正式开启 弯腰大会才会出行 七大全眼群 只开放了中间五处 若有秘密 或许和这首尾两处的 龙凤两族有关 开始了开始了 莫问 快看 怎么样 是不是 很美 怎么了 世间再美的景致 也抵不上你一笑 有嘴话说 小娘子 这么急急忙忙的 要去哪儿啊 良辰美景 如此佳人 不如让本王子 好好相陪游览一番可好 小娘子别跑啊 给爷笑一个 小娘子 要跑进本王的怀里吗 嘿嘿嘿嘿嘿嘿嘿 fruit 哈哈 你看我这鞋 真是哪里脏就往哪里踩 恶臭很难闻 臭小子 干消灾你爷爷 来人 把这小子给你王波平收 我的娘啊 救命啊 我们走吧 夫人 抢走 使心妄想 但得罪本王子 我不但要抢走你老婆 还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臭小子 去死 小娘子过来吧 别马兵河 叔父往来 你 你别动 脏了你手 你竟然能冰冻三倍真火 臭小子 快放开我的王子 夫人 西里呱啦的逃死了 夫人 你看为父的冰雕手艺如何 丑死了 下次改进 龙族王子就这么死了 就这么死了 完了 龙王不会放过他们的 我们在妖族地盘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了 敢打你的主意 就是整个妖族来了又有何惧 追上 终于找到你了 什么事这么着急 属下查探过了 村上要找的四个人全都没来 而且这次万妖大会很怪 附会妖族 不足枉界的一半 尊上 不好了 罗皇带龙把咱们包围了 他们说 要为龙族王子报仇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回人族吧 不行 你的伤没痊愈 我们哪也不去 我的伤 不打尽 你的伤是目前最要紧的 尊上 属下这边去召集部下们 帮尊上对抗龙族 不用 你等暗中筹备便可 一切行动 听本尊号令 属下孙秘密 尊上通宝中 你要做什么 你相信我吗 明知故问 那就相信我到底 现在 先跟我去会会 那嚣张的龙族吧 龙皇 就是这两个家伙 你们就是人族最大的组织 五族堂堂主 和人族圣女 正是 不知道你们龙族前来 所谓何事 何事 我而惨遭毒手 莫非你敢做不敢当 哦 那个龙族败类啊 你们怎么会为那种货色出头 莫非 是一脉相承 豪胆 竟敢藐视龙族 恼羞成怒了吗 放肆 要动手的话 算了 我们走 龙皇 就这么算了 愚蠢 本皇这是借刀杀人 凤帝当众说 要与人族成亲 凤族怎么可能答应 龙皇高明 可十九王子 声色全马的废物 死就死了 这凤婆子演戏 还把自己搭进去 真是够疯的 这位女帝大姐 你帮我们解围 所谓何事 虽是出死相见 但凤婷对你 爱慕已久 我以人族五族 堂主身份来死 你怎会认得我 八年前我曾见过魔尊 当时就对你 打住 有话直说 你到底为何而来 治疗人族圣女的伤 我族内的瑶池更有效 请两位一部 此处瑶池的气息不对 被龙族动了手脚 凤族女帝 看来有求于我们 就走这一趟吧 莫问 凤族瑶池效果如何 几个时辰后 我的伤势就会痊愈 人族小子 敢跟我抢凤婷 吵死 怎么了 小事 你安心智商 臭小子 送手 我要和你一决生死 就凭这把破铜烂铁 你居然会我保气 一决生死 你还没这一子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有魔尊 派进手下留情 此人是我二十晚伴 一时糊涂 冲撞了两位 我带他赔罪 带走吧 他太吵了 多谢魔尊海娘 婷婷 这个臭小子 你闭嘴 再有下一次 不用其他人动手 我第一个要了你的命 这个风景 到底要干什么 技可真不错呀 魔尊这是何意 我对魔尊从无忌满 不说算了 你借瑶池给我们 作为交易 明日就会跟你去瑶池禁地 但提醒你 要害我的人 本尊一个都不会放过 等等 魔尊 风天会向宁河盘托出 希望到时 放我奉足一条生路 哦 说来听听 要租在此地 战力能得到极大提升 相反 急于四族的战力 会大打折扣 妖气太浓郁了 你身上轻盛之气 和妖气完全相冲 我看还是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共进退 还是这么逞强 好吧 看来我们得速战速决 风天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魔尊无用 明明今日 就是你的忌日 我可是要追求 大道长生的 今日这种东西 还是留给你们吧 你说呢 风帝 动手吧 动手 是 追上 杀 遵命风帝 我挺你 你居然背叛妖族 不是我背叛妖族 而是你们错得离谱 老老好 从今往后 再无奉足 只有我龙族独占 凹头 风球 收死吧 救忧毒账 这件忧毒账 是鬼族专门针对我 凤族的技术 你果然不会好意 你 城王败寇 给我杀 放开 什么 居然能破鬼族秘术 雕虫小记 哪能难得到我们人族圣女 鬼族秘坊 是吗 那就别怪我用奇人之道 百分奇人之身 你弃乎 鬼族 陷阱 你一个人魔混血 怎么又会鬼族秘坊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重拾又有何 这 大招 不了解对手中出击 你已有取死之道 莫子 不用 糟了 这是蛇族最毒的三不杀 三不之内 必要人命啊 不用青手之气给你去毒 不行 这毒会反噬你 又是这招暗算 你们这些萧小 还真是毫无掌精 招不怕老 有用就行 蛇族女皇亲自出手 能杀你第一次 就能杀你无数次 我挡住他们 你们快想办法解毒 不好 我去漫言了 清兵咒 等等 你 夫人 你的清兵咒真厉害 我的手差点洞废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心情开玩笑 我可没开玩笑 你看 我的原神 你 你这个魔头 为什么能碰我的伤口下 好妙的机器 要是还能无限 那我不如自尽算 你的那些同伙呢 怎么还不出来 魔头 上回被你死里逃生 是我们说 清兵 你有来无回 妖子 天灾地亚 臭蛇伯娘 你居然连我龙族都暗赛 羽贤 你疯了 拿这么多妖族同胖来击阵 你居然连我 居然连我 获妖龙既剑 雷武破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 我以后是 雷武破 禁诀 火族秘法 雷王结剑 什么 我只问一遍 你们一定要联手杀我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因为你是武族杀星 会给武族 带来灭定之灾 什么武族杀星 你伤蛋了 我只问 我只问 是你他 莫问 能侵入我魔族结界的 只有魔族的传送阵 是魏葛对吧 你知道的 太晚了 是 魔头 我们可不像叶家 那个神族那么傻 毫无准备被你反杀 你就等着 被万妖塔推势吧 万妖大会 就是请君入望 只可惜 你们一个个都胆小如数 根本不敢正面 和本尊硬钢 才搞出这种鬼欲击 这里有我撑着 能给你们争取 离开的时间 魔尊 这妖塔 你一个人能对付吗 还有圣女的 喂 风亭 魔头 有办法的话 赶紧也写了 本皇身上的束缚 走吧 这里还有半刻钟 就要被妖塔完全吞噬了 魔尊多保重 风亭 你别走啊 带上本皇 就算失去了前世的记忆 却依然那么绝 陈世 我伤势已赴 就算我族联手 也最多同归于尽 一个魔族奈何不了我 让我去吧 莫问 这是我的事 你天天叫我夫人 难道都是把教的 你 你恢复记忆了 嗯 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足够认出你了 太好了 莫问 对不起 当初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你我既是夫妻 自然躺生死 何况 当初被魔族背叛之城 我也要亲手去报 哎 我永远说不过你 我用三分之一元神护你 这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好 莫问你稍等 等我闯完妖族禁地 马上来找你 我用三分之一元神护你 这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好 莫问你稍等 等我闯完妖族禁地 马上来找你 就算能对付龙皇的妖塔 都杀不了你 但妖塔开启的禁地 有非生大能守护 魔头 你必死无疑 娘说的妖族真正禁地 就是这里了 依照苏家禁地的经历 不该这么风平浪静的才对 而且这布局 大胆闯入者 受死 人最咬的也比你有力点 过关 每座塔都有守塔妖族 将这里的塔都破坏 就能得到妖族禁地的全部力量 战床者杀无赦 看来这么杀 太没效率 万雷杰 竟然还有安然无恙的 能挡住我万雷杰的威力 看来守塔者羞微不浅 闯关者 你身上拥有的气息 你和苏默那个贱人 是什么关系 贱人说谁 贱人说的当然是苏 你居然敢消遣老娘 一脸薄情香的孽种 一张嘴就是你那父亲汉老子的腔调 该死 蛇女看样子认识爹娘 娘说过 真相可从境地中寻找 从这女人嘴里套到话了 本尊父母 他们在此界乃是有头有脸的大名 你一个无名小卒 别来碰此 无名小卒 当年要不是老娘 你那无情老子 又如何躲得过天伐 一步飞升 天伐 天伐 我爹堂堂魔族魔皇 飞升还需要靠你一个蛇族 老弟飞升得那么仓促 果然另有隐情 小子 天伐可不是天杰 不过没必要和你说那么多 你马上就要死了 蛇毒 我明明已经设下结界 什么时候 难道是从一开始 没错 从你见到老娘的第一眼起 蛇毒就已经弥漫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他以为我中了毒 正好将计就计问问他真相 既然我都要死了 你可以告诉我天伐究竟是什么 为何要针对我爹 这个秘密 你一个死人已经没必要知道了 那我不死了 你可以说了 你 没人中了我的腐心毒 还能不死的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先来后道不懂吗 先回答本尊的问题 什么时候 我的尾巴 去死 去死 竟然全部挡住了 说还是不说 没有原神记忆 没法知道真相了 不过蛇女飞生前留下的修为倒还可以 这种蛇毒比于仙月当初害我的毒 可高明多了 不错不错 我们早看着蛇婆不顺眼了 小渣 干得好 两位前辈 可是龙皇龙九 和凤帝凤婷的长辈 龙九那个不成器的当了首领了 凤婷 这孩子不是废了吗 两位前辈是何时非生的 他俩早已是两族组长 也是 都过了一千年了 虽有千年 但当时的凤婷 明明已经废了灵根 想不到啊 一千年前 那是爹娘才刚结尾到旅 他俩不可能知道 后来发生的那些阴谋了 老子 看你路数 你是人魔混血吗 人魔混血 莫非你是乌鸦和苏默的孩子 两位前辈认识晚辈父母 要不是当年已在非生阶段 倒是想亲自去贺喜 并住几笔之力 我也是 一族结合会惹来天罚 没去助力 是汉事 请问两位前辈 天罚究竟是什么 天罚之意 就是非生后的大能门的规则 真正的用意 还得等你非生后才能东西 如此 多谢两位 前辈 你们 你小子来这里的墓园 不就是拿走我和非生后留下的新闻 送你了 当年未曾祖父女父母 一直是我 已经遇上你 可算是人 你疼天下 奉执修为 你也看成圣 能够你不大 老公吧 直接将我的腰乎之物 身体厌峰 两位前辈大恩 等晚辈非生后在狱 必定报答 莫尊 如凤族前辈那儿听来的讯息 这个凤庭不简单 查得如何 回禀尊上 除了鱼星月行增部名外 其余三者 皆在族中闭关 莫尊 据我们凤族调查 蛇族早在五族搭战时 就已暗中搬离了领地 若然早有欲望 不如莫问的连神能量 仙师的方位居然不是魔族 而是兽族 如有妖族于仙月动向 可用传讯时通知 我尚有要事 先走 你又不是姓魏的 何必让我跑这一趟 专门带你来看看死囚 姓魏的被这女人迷了心智 我这不得亲自看看 她有没有把人弄出去 你这是不信任我 受足的看守能力了 我不是不信任你 而是这女人不简单 上次和那魔头一同死里逃生 做了前车之剑 这次我们才要留她性命 以魔头前来 彻底杀死 别动不动就发味 你们兽族天天吼得我耳朵疼 总比你们蛇族 整天扭来扭去 暗夜来的好 我说 你们兽王都还没说什么的 说得你好像没见过我们兽王的 姐姐快跟本王变法术 真要一直叫我姐姐吗 本王想教你什么就教你什么 要是不从本王叫 莫文终于找到你了 你没事吧 别碰我 你王相开过头了 本王的神偶书毫无破绽 连大祭司和蛇女都看不出来 你是如何破解的 我没有破解 我只是知道 眼前这个不是无用 你骗人 你不肯告诉本王秘诀 夫人 你怎么惹哭小孩子了 不知 你没事就好 喂 你们两个 当本王不存在吗 还有你 你是怎么无声无息 突突古龙上下的结界进来的 突破这种结界 对本尊来说并不难 这一点 你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的 兽王前辈 夫人 你怎么惹哭小孩子了 不知 你没事就好 你没事就好 你们两个 当本王不存在吗 还有你 你是怎么无声无息 突破本王上下的结界进来的 突破这种结界 对本尊来说并不难 这一点 你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的 兽王前辈 本王当然不会忘记 本年前曾败在一个后辈小子手上的耻辱 要一雪前耻的话 本尊奉陪 师父 什么情况 兽王前辈体内好像有两个灵魂 不时就会转换 两个灵魂 不会是故意演戏骗人的吧 师父要是不信 可对徒儿用送回术 好 师父请 莫问帮我护法 以防有诈 圣光洁剑 师父啊 居然是真的 你为何会有两个灵魂 要不是你 本王怎么会落到这幅天地 本王被你击败后 受到贼人偷袭 差点魂飞扩散 为了保住肉身和圆魂不灭 本王开启了一截隐魂术 小魂员的瞬间强大 另偷袭的贼人就此烧手退走 此贼人能轻易突破兽族后方防线 唯有一人最有可能 还可能什么 百分百是那个道貌爱人的大祭司 即使明知是他 但本王并无证据 贸然出手只会两败俱伤 还令兽族内乱分裂 给他足可趁据击 所以你想借本尊之手 帮你除去这个叛徒 本王帮你从大祭司手中 偷龙转风宝下圣女 可算结盟成一 师父 反正你跟大祭司也有仇 咱们统一战线 为何会想到 和我这个曾经的敌人联手 哎哟 我什么时候有个徒弟了 因为师父你是此界唯一一个 拥有太出神魂的强者呀 他怎么会知道我太出神魂的秘密 天凡 糟了 受阻禁地 我们也出去看看 好 青山沙好像出事了 不行 我得马上赶回去 我陪你回 不尊 天罚降临 教祖禁地被移为贫地了 臭小子 天罚把苏家禁地毁了 小妹的魂灯 娘的魂灯 由我神魂能量护持 并未有失 只是这戒二连三的天罚 都是针对各族禁地 绝不会只是巧合 莫问 你做什么 我也用三分之一元神护你 这样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都能治小鼻子安危 并能及时赶到元首 莫问 你说过要接受 五族禁地的能量 如今天法降临 禁地能量 很有可能被毁灭 你得抓紧时间 我会青圣山与堂 一旦稳住局面 就马上回了赵云 好 你自己小心 这就是受阻禁地 这就是天罚 兽王 先祖大能 赴我抗天之力 兽王 你居然没死在妖族禁地 还敢主动招伤门来 古天之下 还没有本尊不改的事 那你敢让你心爱的女人 为你而死吗 魔头 乖乖受死 我们就放了你女人 否则 你们就只好再死一次了 兽王的人偶数的确毕竟 只可惜还骗不到我 你俩暗算我的仇 原本我想慢慢清算的 可惜 时机太差了 便宜你们了 独独服兴兔 什么 这 这是仙族的神毒 你你 你怎么可能不管你的女人 就凭你们这种货色 别想抓本尊的夫人 当初被你们这种货色暗算 才是本尊的耻辱 魔头 你最大的弱点 不是你的女人 而是你太过自负 今天就让你 死在我兽族最强的 什么 师父 救命啊 我就知道师父一定会来救我 我的剑撑不了多久 这点时间 做笔交易吧 师父 你的能力远不至于此 应该能解决 我能解决不代表我要帮你 我帮你对抗天法 你们兽族禁地的 非生大能修为归我 如何 师父 你怎么当 你自己解决吧 后悔无期 算一海 只要能挡住这次天法 这个交易 刚刚答应了 这才爽快 师父 你要做什么 你打得实在太烂 本尊给你示范一下 什么叫逆听而行 魔兽灭迹 真厉害 不愧是我师父 要不是本王魂元未复 且轮不到这臭小子出风头 本王担心的是 打脱一次天法后 下次就会将得更 师父难道要追上去 要求天 海鸟超放 师父 你 你怎么把降下天法的使者都给杀了 你小子是疯了吧 到时候整个武族都得因为你的行为陪葬 你们还不明白吗 天法不过就是已经飞升的强者了 对修仙武族的压制 只要够强 他们能奈我和 寿族飞升大能的修为 本尊收下了 后生可畏 我等就助你 以臂之力 我这边解决了 鬼族和魔族不知如何了 我们分布在武族监视的人 今日天法的情况如何 须命尊上 神族和妖族境地被毁 其余三族天法被倒下 尊上 天法来的时候 鬼族是鬼王伊犁挡下的 但魔族的天法 却是境地自个儿挡下的 哦 魔族不是魏葛在主事 他没出手 魏葛那个叛徒 自从知道 尊上在找他报仇后 一直躲在他那王八领地不出头 我们都没法找他会去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不要去送死 本尊会亲手解决他的 魏葛在谋划些什么倒是无关紧要 只是魔族境地 什么时候拥有能自扛天法的力量啊 我们都没入国 就是我们认为 我们都没有尊央 把你进去 给你 所以武功能